好来看到光复乡抗疫部落养牛场污染环境 25号下午是大阵仗的游行抗疫活动 那么县政府原民处跟环保局除了说明事宜 活动发请人乡代表吴辉明 对于反对设置养牛场的议题 地方所会却是态度冷淡 那么在上午直询声表灰心 奋而离席 留下在座所有人是一阵错愕 25号下午光复乡这一场抗疫 并反对地方畜牧产业污染环境的游行抗疫 活动发起人向代表吴辉明 对于地方所会对此议题冷处理心灰 意冷至极的质询 甚至愤而离席 令在场所有人一阵错愕 我也拜托大家能不能去参议 结果昨天是怎么样 全部都连一个都没有 我真的很失望 不要这样子 对我们的未来非常的重要 针对光不相续牧产业 尤其针对位于泰巴朗部落的牧场 整个从设置取造到营运 整个过程部落全蒙在鼓里 且也从未与部落沟通说明 对此一律 县政府则做出说明 在我们去年底通过的新社畜牧场 自治条例里面是有要求说 如果它的畜牧场是在部落的话呢 会要召开一个说明的会议 那其实这个部分是新的法规 所以依中央人民会的法令解释 这个光不养流场 它是私有地 所以依法就没有办法要求养流场 要行使部落自上同意权 现在我指出牧场业者皆有合法申请 目前也饲养将近300多头的乳牛 然而除了空气恶臭污染不说 部落族人也自行收证 发现分污水污染泄流河川 部落族人强力抗议 光复旭产业的进驻 引来地方社区及部落强大的反弹声浪 先议员赖国祥、蔡一静 也在议会定期大会中提出反应 要求县政府做好双向沟通对话之外 至于分污水污染的问题 县环保局也将加强追踪稽查 重申对畜牧产业污染环境 零容忍的立场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